鄉親朋友大家好,我是欣欣彌,歡迎收看今天一個君臨新聞 未療鄉後安大白是後安川中央的白醉設施 因為設備老夫、頂頂路大後的飲水、影響避免、生活以及產業 立委所在婚接到民眾町政府當中央以及地方單位到現場會堪 以表謝官經向中央進出經費保護東地鄉親審命再三安轉 未療鄉後安大白是當地重要的白醉工廳 因為失業破損嚴重,經常在路大後的時尚造成營水的狀況 影響到市民的生活和產業,民眾都非常困擾 他們也在這天向立委所在婚店前希望可以趕緊解決 現在放一遍、補一遍,你看補成這樣,還有這遍 這遍遍這些也都補成整個,就是這樣 所以就要用小協車,叫褲仁天,就要放一遍、補一遍 這一次颱風沒有進來,但是下一批我們就 下一次颱風不知道有沒有這麼好的運氣了 我們不能一直活在賭運氣當中 而是希望趕快能夠有好的硬體來支持我們的產業 我希望就是我們所立委從民眾中央甚至行政院長可以下鄉下來 看我們所有的雍生業者是怎麼放的,水是怎麼來的,常常在客氣 經過這篇的規短了,幕後教表示,經濟應變,會用在後 保健工程強化的現有的實施 也希望台風政府可以趕緊改善,幕後教也會全力協助 後安排水是屬於我們的一個縣管區排 那以目前的一個資料來看起來,它尚未辦理治理的一個規劃 那後續我們會盡速來協助縣府,像相關的這個規劃辦 做整體的這個治理,這個是屬於比較長期的部分 那短期的部分,這樣針對就是一些急要段的部分 可能就先報災害復健的方式來應急 地理所在分割到現場的狀況,它也表示,最近才是漏大火的事件 需要相關的單位來趕緊改善,它也會向中央針出經費 這個長度大概相當的長,所以整個規劃計畫看起來來講的話 也是一元以上,所以這是一個重大的公共工程案 我剛剛的話也已經用電話的話,跟水利市署長 跟他說這件事,希望他要趕快重視 所以我在這邊也拜託五合局好不好,拜託五合局 然後趕快跟縣政府送那個什麼復健計畫上來 這復健計畫到底金額有多龐大 哪一段的話是緊急的關鍵這個段,要怎麼樣先做 這個還是你們專業,還是要交給你們專業 趕快提拔計畫上來的話,我就全力 我就全力的話,跟中央來爭取這筆經費 後來大排大部分都是把刷包做成提供,非常危險 希望相關的單位可以趕快改善 才可以保護鄉親的生命財產安全 記者丹加新裁縫報導